在這一節的課程中 我們要來介紹在Drupal 7裡頭有哪些的管理報表 首先請你先以最高權限使用者的身份進來到這個網站 接下來我們來到工具列這邊點按報告 進來以後呢 首先我們看到網站有給我們一個訊息 你的Drupal網站有一個安全性的更新可以使用 為了確保你的伺服器的安全 你應該馬上進行更新 請參考可使用的更新程式網頁來取得更多的資訊 如果你點按這邊可使用的更新程式 那麼你會來到了下面這個可用更新的報告這邊來 待會我們再來看一下在可用更新中 它提供什麼訊息給我們 OK 目前我們進來的是報告的管理介面 在這個管理介面裡頭有幾張的報表 是非常需要用到的一些報表 分別是狀態報告、可用更新、最近的日誌、常見的找不到網頁、常見的拒絕 以及欄位清單跟熱門的搜尋關鍵字 我們逐一往下來看 首先我們先來點按一下狀態報告 在狀態報告裡面呢 主要是報告Drupal系統的狀態以及它的相關版本訊息 例如說這邊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安裝的Drupal是7.0版 那麼Capture曾經有一位User被拒絕掉了 再來Ctools的CSS cache已經存在了 Chrome的維護作業這邊我們在前面也介紹過了 再來是Drupal的核心更新狀態 它目前告訴我們這個版本是不安全的 後面又建議了可使用的版本是7.2 在下一節的課程中 我們就會來更新整個Drupal系統的核心 所以這個我們待會再來處理 再來有你的GD Library以及你的PHP 我們再稍微拉下來一點 在PHP旁邊這裡還有一個更多資訊 我們來看一下利用新分頁來開啟這個網頁 現在來到的是PHP Information的地方 這也是一份常常被大家所提到的一個資訊 所以如果你想了解你的PHP目前相關的設定是如何 那麼你可以來到這個地方 重新來確認一下各項的參數 OK這裡的細節我們就不多說 我們把這個分頁關閉掉 再來下面這裡有PHP的擴充 以及PHP本身有一個很重要的參數 叫做Register Globals 這個一般關閉上來講的話 對於資訊安全會比較好一點 再來是你的PHP記憶體的限制 目前的設定是128 再來是你本身有沒有安裝的Unicode的程式庫 這個很重要 尤其是在我們非英語國家的地方 以華文來使用的情況下 PHP Ambit Stream這個套件最好把它安裝起來 再來是上載進度條 這個也啟用了 再來是可不可以存取update.php呢 這個目前也受保護了 再來看一下模組跟版型的更新狀態 這個已經過期了 因為它這裡有寫到 你所安裝的版型或模組 有更新程式可以使用 所以這個應該是要做進行安裝 模組的更新我們在前面也介紹過了 如果你看到這邊告訴你已經過期了 那麼你可以點按可使用的更新程式 來尋找一下有哪些模組可以來做更新 接著進行一些更新的動作 再來我們的檔案系統是可寫入並且是公開的下載模式 再往下是一些其他相關的資訊 OK這個狀態報告我們就看到這邊 接下來我們再回到前一頁 再回到報告的管理介面這邊 接下來我們就來看一下可用更新這一份報告 可用更新這邊有一些資訊 其中一些比較重要的資訊 它會以粉紅色的底色把它凸顯出來 像目前這裡的Drupal Code 7.0這一區 它就以粉紅色的底色把它呈現出來 我們目前使用的是7.0版 而建議的版本是7.2版 7.2版是在2011年5月26號的時候發布的 再來有一個安全性的更新版本 這個是7.1 如果你是使用到了7.2的情況下 當然也包含了7.1這邊的安全性的更新 好我們再往下看 在Drupal的核心看完以後 接下來下面這邊是關於相關你所安裝的模組 它是否有更新的程式可以來使用的訊息 我們來看一下 Capture是最新的 再來是Kaos Tools Suite 目前我們使用的是 ForDrupal 7的C Tools 1.0版的α4 那麼下面有一個建議版本是來到了 C Tools 1.0的β1 這是在6月1號所發布的 再來是Display Suite 這個也都是最新的 好我們再往下看 在下面呢還有一個版型的 Marinory這個版型呢 目前我們使用的是 ForDrupal 7的Marinory 3.0版的β9 那麼新建議的版本呢是 Marinory 3.0的β10 因此從這一份可用更新的報告裡頭 我們可以知道有哪些核心、模組跟版型 以及有更新的程式可以來使用 關於模組的更新以及版型的更新 我們在前面已經介紹過了 因此呢當你看到這些訊息以後 你可以繼續往下做操作 把這些模組或版型做一個更新 而Drupal系統的核心 我們在下一節呢就會來進行這樣子的一個更新的動作 好我們再回到前一頁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最近的日誌 在最近的日誌裡頭 你會發現呢它一直有訊息進來 所有各種的Log資訊 你都可以在這一份最近日誌呢 這裡面找到它 因為訊息真的是太多了 因此呢我們還可以來到上面這邊 使用它的衰選 來進行一些日誌訊息的衰選 例如說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關於系統所提供出來的一些Log資訊 然後進行衰選 拉下來看一下 好現在這個類型都是由系統所發布出來的 你可以看到呢它這裡有寫到 在5月20號的時候 Token模組啟用了安裝了相當多的訊息 我們可以再回到上面來看一下 再回到衰選這邊來 通常我來到最近日誌這個地方 我會看一下有沒有警告的訊息 不過目前因為我們挑選的類型 所以我先把它重設掉 從設掉了以後 再來我選擇錯誤 然後再衰選一下 看看目前我們的系統中有沒有什麼樣的問題 大家來看一下 看起來有很多問題 在5月18號的時候 樣式的目錄建置失敗了 再來是電子郵件的發送有問題 好等等的 從這邊可以看到我們的系統 最近有沒有發生什麼樣的錯誤狀況 然後呢根據這些錯誤的訊息 我們再來做排除 我們再回到前面來 再來到衰選這邊 再把它重設一下 我們再打開衰選器這邊 另外有兩個我比較常看的是 拒絕存取以及Page Not Found 這個要用多項選取的方式把它選起來 你可以按住Ctrl鍵再點選它 這樣子就可以做到多重的選取 所以我們現在選擇了Page Not Found 以及拒絕存取這兩類的訊息 然後進行衰選一下 為什麼我要看拒絕存取跟Page Not Found 假如你是一個正式營運的網站 那麼這裡會提供很多 關於駭客或是爬蟲的訊息提供給你 例如說以這裡來講 有一個User的訊息被存取了 但是又被拒絕 這個我們就很值得來看一下 看看它發生了什麼事情 點燈進來以後呢 你可以看到它本身是 某位使用者看了這個網頁 而被拒絕的存取 然後它本身的主機名稱是在127.0.0.1這個地方 假如你看到很多類似的訊息 而且確認這個IP可能是一個爬蟲機器人 或者是一個駭客 那麼我們甚至還可以把這個IP給拒絕掉 方法是可以來到工具列的設定 再來來到下面這邊 在用戶這裡呢 有一個封鎖IP的位置 進來以後呢 把你所發現的爬蟲機器人 或者是駭客的IP 把它打進來 然後按新增 你就可以封鎖掉這個IP進入到你的網站 不過這個請你小心 一旦你拒絕它以後 從此它就再也進不來了 有一些爬蟲機器人對你的系統其實是有益的 例如說像是Yahoo 或者是Google 或者是Bin 這一些搜索引擎的機器人 它進來了解你的網頁以後呢 讓別人可以在搜尋網頁時 可以找到你的網站 其實這種爬蟲機器人 是算好的機器人 好我們再回到報告這邊來 再來到工具列的報告 接下來我們再來看一下 其實在這邊就有常見的找不到網頁 以及常見的拒絕存取 這兩份報表可以來觀看 我們以拒絕存取這個來做例子 在這邊我們可以看到 在User11這個地方 有一個拒絕存取的錯誤 但是我之所以比較喜歡 從最近日誌那邊去取的這種拒絕存取 或是Page Not Found的訊息 是因為在拒絕存取這個管理介面中 我並沒有辦法點贊它的細節 因為我看不到細節 我也就不知道這次發生了什麼樣的狀況 是有哪一個IP 或者是哪一位使用者所進行的操作 這是唯一比較可惜的地方 再回到前一頁上面來 接下來再往下看 接下來這裡有一個欄位清單 我們曾經說過 在Juplo系統裡頭 欄位是可以共用的 因此你可以在這邊看到 每一個欄位被哪些內容類型所使用 例如以Body內文這一個欄位來說 它被這些內容類型所使用 包括有3C產品、3C配件、基本頁面等等的 所以如果說你想知道你的欄位目前有哪些 你可以來到欄位清單這邊來看一下 我們再回到前一頁 再往下拉 最後一個是熱門搜尋的關鍵字 這個地方記錄了使用者在你的網站中 曾經搜尋過的一些關鍵詞 並且把它的次數做一個統計 目前我們可以看到 針對Content Drupal這個字 已經被搜尋過一次了 這個搜尋的技術來自於哪裡呢 我們先把這一個管理界面關閉掉 它就是來自於你網站的搜尋框 只要在這邊曾經做過搜尋 例如說我再搜尋一次Drupal 目前找到的Drupal 一共有兩篇文章 然後我們再回到工具列的報告這邊 再來到下面 再來到熱門搜尋關鍵字 OK你可以發現Drupal這個字 已經被搜尋兩次了 又增加了一次 OK 有關於在Drupal系列裡頭的管理報表 我們就介紹到這邊 接下來請你進入下一節 我們要來介紹關於Drupal系統核心 如何進行更新的動作